模式介紹 其實一般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很多的節目都是這樣 先有一個片頭 然後節目進行 最後是不是有一個片尾 但是你要不要特別說 就是用眼睛去開罐 雖然你可以用這樣 但是還是蠻累的 所以我會把它做成一個一個的 場景 我們剛剛講過場景是不是像攝影棚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在片頭的地方 準備一個場景 然後正式錄製的一個場景 片尾一個場景 那假設我現在是片頭 我做了我下面這一個 就是準備進入到 節目正式錄影 那我只要按下轉場 它就會把 場景切過來 你現在是導播 自己決定 然後等到節目快結束了 你就再切換到片尾 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 怎麼又有淹出來 這樣有了解的 這個是工作室模式 如果你想更進一步了解 我的部落格上 我有寫那一篇文章 叫做這個 配合OBS的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就跟你講 要怎麼樣去使用 這樣了解嗎 撥出去的畫面 剛剛講錯了 撥出去應該一般是右手邊這一個 那你準備中的是這一個 所以你看我這裡 有沒有兩個場景 場景跟場景2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隨時進行多個場景的切換 中間你可以做那個轉場效果 這樣拋過你那個一樣 這樣子 好